《玛丽莲梦露》 她被评为美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女性荧幕传奇第六名 史密森尼学会将她列入百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人名单中 这位性感女神就是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的一生是短暂的 有过三段婚姻 皆以离婚收场 第一场婚姻 梦露那年16岁 她嫁给了大自己五岁的邻家男孩詹姆斯多尔蒂 梦露也是无奈的 当时养父母已经不能养她了 她只能选择婚姻 随着梦露踏入演艺圈的那刻而结束 玛丽莲梦露是美和性感的化身 她的美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 普纳德曾对梦露颇感同情 她虽出身凭借 却拼了老命要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普纳德的肯定点燃了梦露内心的火焰 她在普纳德的帮助下 跻身近明星道路 也正因为普纳德 梦露的名字才开始为人所知 玛丽莲梦露在性感和名利的裙摆下 也是一个平凡的女孩 她有才华 无奈 脆弱 疯狂 1954年1月14日 梦露和美国棒球明星乔迪马乔 在旧金山的旅馆举行婚礼 此时的梦露只想作为好太太 随着影片七年之痒的上映 这段婚姻经过274天之后 梦露终于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1956年6月29日 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与阿瑟米勒结婚 这是玛丽莲梦露的最后一次婚姻 也是阿瑟米勒的第二次婚姻 1957年8月1日 梦露因空外孕而被迫再次流产 然而这段婚姻维持5年后 以失败告终 两人在墨西哥正式离婚 玛丽莲梦露一直希望有一个完整 而幸福的家却未能如愿 1962年8月5日 梦露在洛杉矶布莱登墨浴所的卧室内 被发现已经去世 终年36岁 可以说梦露死后所有的谜团 一直围绕在人们心中难以释怀 而官方资料也一直被当作是国家机密 不允许外传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团载图片来援护联网 完全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